67. 信報財經新聞 南航客機故障碧港瓶16箱 2015年7月4日兩岸消息A13南方航空一架廣州飛曼谷的波音 737客機 三日起飛不久發現一個引擎火警燈亮起 碧港海南三亞機場 16名乘客從滑梯撤離時受輕傷 南航事後通報 客機經檢查後未有發現明火或煙霧 事故原因應再調查 攝氏航班編號CZ3081 機零13年 事發時在132名乘客及7名機組人員 客機三日中午更一時由廣州起飛 於下午2時10分安全落地 乘客宋小姐表示 客機一開始通報因故要迫降三亞時 他和身邊乘客都認為是普通的小故障 但等到降落機場時聽到廣播說立即撤離 令大家都感到緊張 事後每名乘客獲500元人民幣賠償 獲看排成另一班機庫曼谷 另外 七月一日深夜南方航空由深圳飛上海的CZ3575航班 有三名男乘客不滿航班延誤 先自升級到高級經濟艙座位上 引起其他乘客仿效 紛紛湧向高級經濟艙 一度引起混亂 二日凌晨航班抵達紅橋機場後 三名攝氏旅客被擾亂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罪名 行政區樓五天 南航表示 乘客的坐位 行李都經過嚴格配重計算 如果大量旅客擁到前端或擁到後端 會引起整個飛機重心的變化 影響飛機的平衡 兩岸消息 南航客機故障 逼降情十六相 来吧 いる間留眠辭州yn 變形狼 北朝前端 其實不適合你而來orious莫通的